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Ia 我們現在打一下復刻的地獄集 眾神恨意所滋養的二神 那這張克洛諾斯的話呢 有能力可以練一張起來喔 因為他的技能其實還不錯 他是可以用來解累積消除30 水火目光暗星的 只是差別在於說他的CD比較長一點 你就算滿得滿技他也是CD10 所以能不能出場可能還是得看關卡來決定 那再怎麼樣不方便 也記得至少拿一張放在背包喔 避免將來要用找不到 好那等一下一樣會帶大家用不同的隊友 來做一個好打以及解三成就的示範 D隊我們就來使用這次 全地獄樂合作配置的一趴大獎畫眉丸 來做一個通關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我們先抓畫眉丸角色珠不要手銷 那也不要手銷到新喔 好那第二回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畫眉丸點光 好那這邊的話呢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的話呢我們可以開畫眉丸 然後我們把技衣點火 好這邊點火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抓七隻角色珠 好那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的一血喔敵人會自己死亡 好就是畫眉丸這個技衣的下回合直接炸死敵人喔 好那二血這邊的話我們開七隻 好然後這邊我們火騎手喔 OK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的話呢我們就開畫眉丸的技衣 然後我們點火 好那這邊等一下記得留一顆加護珠下來就可以了 哇差點天將就把加護消光 只是說消光也不會怎麼樣啦 你就下一回合再大力轉就可以了 這個地獄其實你要說年紀也有一點年紀了 敵人的血量不至於到平砍帶不過去的地步 好接著來到第五 好第五這邊的話我們就開四元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選擇丘陵喔 丘陵的話是右下角這個版面 好然後我們就轉木加星等於5C 記得去符合紅綠燈這樣子 好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吊兵位 好來接著我們開畫眉丸的技衣點火 好那這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那吊兵位他自己可以無視攻潛喔 所以這邊就直接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二血的話呢我們可以開個龍科之力 好然後這邊我們開那個四元 然後我們選春時雨 春時雨就是最上面這一個 好那這個版面就是數字23了 轉都不用轉喔 你只要讓他發動消除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的話是第一隊的地獄樂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第二隊 好第二隊我們就來使用全神劍合作配置的一趴大獎 飛春劍星來做一個通關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我們直接開栽藤就可以了 那等下轉圜去做一個直切喔 好來這邊直切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的話呢我們開斬佐 好那轉圜一樣直切就可以了 好第三我們先開任位 好來接著我們開那個劍星選擇雙龍閃 雙龍閃是右邊這個 好那轉圜一樣做一個直切就可以了 好雙龍閃就直接有無視無數的選項喔 好接著二血這邊我們可以再開一次劍星選雙龍閃 好雙龍閃也有解除暴風 所以這邊一樣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然後轉圜去做一個直切 OK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的話我們就開小薰 好然後這邊的話等一下記得不要手銷到暗 然後記得留一顆加護就可以了 好 好轉圜都一樣直切齁 好接著來到第五 我是不是破音了 好第五這邊的話我們開斬佐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要把火珠放到第二跟第五直行齁 這樣子的話才會是對面要的 反正對面要的就是火跟星加起來等於5C齁 好那這邊我們就去轉 喔喔這個版面不太好 那就是 稍微再把他對掉一行 好這樣就可以了齁 好來這邊轉完一樣直切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我們開斬佐 好我們開劍心選擇龍錘閃 龍錘閃就是上面這個 好那這邊轉 好轉完就直切 OK 好來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我們開劍心 然後選擇雙龍閃 雙龍閃就是右邊那一個 好然後這邊數字23呢 就是最左下角這一顆火 拉到最右邊再往上 好這樣就是數字23了齁 好那我們轉完一樣去做一個直切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那等一下就來使用最後一隊喔 好最後一隊的話呢我們就來使用貓戰的 一樣是大獎佛羅來做一個光成就的通關 好那如果沒有倉子的話沒關係 反正第五關那邊就是要轉那個五祖童嘛 你就把你的版面 想辦法弄出五祖童 就我這邊選擇的是光家星等於5C啦 那你要選擇其他的也都可以 反正只要有辦法達成條件就可以了齁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一樣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我們開龍科之力 然後我們選擇嬰兒巢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佛羅炸下去 OK三隻就收掉了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的話我們就不要手銷到暗珠大力轉 好然後轉完可以點心 好如果沒有心你就隨便點一個光以外的珠子齁 OK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開神 好然後這邊就轉完點心齁 好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接著二血 好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再開一次神 好轉完一樣可以去點心齁 好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的話我們就一樣開佛羅炸就可以了 OK 好接著第五 好第五我們就偷回合等這個五祖童的版面跳齁 好我這邊是等昌子啊那 看你帶的是哪一隻 就等他跳起來齁 反正對面是CD4 好那跳了之後我這邊就直接開昌子 好那這邊就轉光加星等於5C就可以了 好你可以跟我一樣齁這樣子光星光 然後星星光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這樣OK 好那總我們就去點心 因為這邊還有紅綠燈齁 所以你說轉那個 我的轉法是不是用每一個人齁 這個不一定齁 就是看你的紅綠燈去做決定這樣子 反正轉到光加星等於5C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神 然後我們開佛諾 那這邊就轉完了齁 點心 好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二條血 好第二條血這邊我們再開一次神 好那數字23要怎麼轉呢 最右下這一顆先拉到最上面 然後往左兩格 好這樣就是數字23了 好那以上這邊是三個不同的隊伍過這個地獄 也順便做一個解三成就的動作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齁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普